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久都没来过这个地方玩 联潭旅游区文化公演 因为有免费门票 所以才带女儿来逛逛 在我印象中 最近来过一次 都应该有十年了 又是因为有免费门票 这个就是门票的价钱了 分为三类 第一类门票 只是只参观联潭公演 前面三位数字不同颜色 说明了假日或者大日子 价钱是不同的 第二类是普通套餐 有包含公演里面某一些游戏 第三类是SILVER套餐 可以玩完公演里面所有的游戏 和新设的游戏 而且还可以优先玩 因为这些素食饮食文化活动 所以才有这些免费票提供给我们 联潭旅游区文化公演 为医护志明市第十一群 占用面积大概50公斤 在1975年解放前 联潭文化公演是一个荒野沼泽地 1976年 经胡志明市公社委员会召集开拓 1983年 分别让给第十一群饮食公司 综合文化中心 和水产养职业三个单位合资 负责开拓管理 1989年 再加入由第十一群饮食公司分支出来的 第十一群旅游公司管理 即是现在的富仇旅游公司 随着不断发展 就形成今时今日市区中心 最大的旅游区文化公演 这个公演用联潭这个名 多多少少和这个联花池都有些关题 在当年仍是荒野沼泽的时候 就是沙满点联花 所以就叫联潭 随着青年累月的扩张开发 才形成今天的人工行 联潭旅游区文化公演内 设计有水晶宫 水上乐园 冰灯 动物园 和很多种刺激的游戏等等 水晶宫更加是当年燕南的首座水晶宫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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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